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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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 左右组合的字 我先介绍一个江海的江字 三点水加一个工人的工 就是江 首先你要把三点水写好 我们前面讲的偏旁不守 三点水要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三点水的写法 把这个三点水写好 我下面把这两个左右组合的字 向大家介绍一下 三点水 一点 两点 这两个点 确立了以后 这两个点的距离有了 第三个点一定是要比 这两个点的距离要远一点 而且第三个点的位置一定是第一个点的 这个在一条轴线上 这个在一条轴线上 所以呢 这两个点写完以后 第三个点要远一点 而且在这个轴线上 那就是这个位置 好 是吧 这三个点写完了 按照我们前面讲的偏旁不守的那个法则 把这三个点写好 好 下面 左右组合 就是这个公字 写在什么位置上它才漂亮 是不是啊 写在什么位置上才漂亮 你这个三天水写完了以后 它就有一个横轴 纵轴有了 这两个点 还有一个横轴 这个 是 这个点的中 在这儿 这个点的中 在这儿 这就是这整个字的 两边 中间呢 那那个中 那就是在 这就是这个字的 中 横轴的 轴线 所以我们 组合在一起左右 下面那个公字就要围绕着 这个横轴来写 让那个公字的横轴和它在一个轴线上 这个字就好看 也就是说你上的这笔写完了以后 这个有了 这笔你写多长 写多短 那不能随便写 一定是围绕着这个横轴 所以这一笔写不能 你看 这就是那横轴 你这一笔呢 也不能太往下 也不能太往上 这两个的公字的这个横轴 应该跟 那个横轴是在一个轴上 所以你看 这是那横轴 这个姜子就好看了 如果不这样 我再写一个 这个一点 这一点 这个 不按着这横轴写 我把这个写 这儿来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它就脱了 如果说我写下了 它也不好看 这上的太 那什么了 也不好看 这太往下了 它也不好看 这样是最好看 是吧 比较起来呢 还是这样好看 所以 它就围绕着 这个横轴 你这个字也可以写大一点 也可以 在 在上下都出去一点也行 但是 两边出去要一样 它就 这个就好看 所以 你写了这一笔 这一笔就不能随便写 它就要围绕着这个横轴来写 这就是 左右组合的字 要围绕着横轴来写 左边的写好了以后 把右边的字 要围绕着横轴来写 我们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和平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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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拍 和不拍 我们已经讲过了 如何来写好看 这个你要把这写好 是吧 这个写完以后 这个字它就有一个 你看 这就是那个 字的 横轴 所以这边这个口 你就要围绕着这个横轴 来写这个口 当然你写的时候 不会把这轴画出来 你就要 眼睛里面就 无形的有这个轴 来写这个口子 所以你这个 这一写完了 你看 那肯定这笔就得写这 那这就写这 你看这就写这 这个就拐 不能拐多了 不能拐少了 这是那横轴 是不是 这是那横轴 这盒子就比较好看 这盒子呢 这口子我写的稍大了一点 我再写一个 盒子 你看 这是那个中轴 你看差不多 是吧 所以这个盒子就好看了 这就是左右组合的字 这就是那种 如果是有这个东西 我来说 就是那种东西 我来说 你来说 有一个东西 你来说 你来说